今天呢我們要來開箱蔡博嫩的迷月禮盒 好啦 那首先要非常感謝阿嘎一家人的送禮啦 那同時也要先恭喜阿嘎跟李北 又順利生一下蔡博嫩 那同時也要祝蔡博嫩 那在這邊呢 也要先感謝一下這個 迷月禮盒的贊助者 這個真的是鼎翼相助 非常的造 而且這個設計質感非常的高級 所以在這邊呢 也要先跟柏翰講一下 跟柏翰幫忙講一下 也可以參考一下一下被啦 雖然不知道 兩位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明月禮盒 不過我還是先記著記著 到時候需要用到的時候就可以參考一下 好 祝兩位打設櫃子 打設櫃子 那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老闆開箱 就大概知道他裡面長什麼樣子 不過我在這邊還是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畢竟這種東西開箱不嫌多嘛 對不對 好 那馬上就來看啦 將將 哇 裡面打開你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人物啊 每一個角色的圖像啊 畫的真是超級可愛 而且細節都做得非常到位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每一格長什麼樣子吧 那首先我們先看菜頭貝 菜頭貝這個喔 這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個很厲害 這裡面是長期蛋糕 所以這要趕快吃 欸 這超厲害的 你看裡面打開還不是那種就是素色的盒子喔 還是有它的圖案在喔 這個設計真的是非常的細心啊 然後再來是菜坡門 菜坡門裡面這個就是那個傳統的餅乾啦 有沒有 欸 這個餅乾 我記得沒錯 它超級好吃的 它不只外觀精緻喔 因為它的美味程度都非常的厲害 那再來是看我們老闆這個 好 我們老闆這個裡面好像是餅乾啦 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喔 欸 是這種傳統的那種禮盒西餅裡面 都會出現這種餅乾超帥的 會一口接著一口啊 它真的是塞滿滿的 真的是滿滿的餅乾 滿滿的成績 滿滿的愛 所以我們要有滿滿的祝福給波蘭啦 好 那下一個我們來看禮貝的 禮貝這個裡面好像也是禮貝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喔 欸 這個餅乾啊 超級好吃的 是那種巧克力跟杏仁 這個喜歡吃巧克力的話 一定會超級喜歡 超級好吃 太幸福啦 最後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大頭佛跟爆牙滴的盒子裡面 天啊 超級滿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裡面還有一張蔡波能的小卡 然後它寫著 嗨 我是蔡波能 我就已經去了跟這家見面囉 超級可愛 超級可愛 然後還有裡面這一袋 欸 這如果沒有看過開箱的話 真的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這上面有大頭佛的那個形象 有沒有 上面寫個祕密 大家猜到什麼的話 沒有咪胖 沒有咪胖 就是大家小時候很嘗試的咪胖啦 超級可愛的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長這個樣子 欸 我跟你講 拿不出來代表什麼 但它做得非常的飽滿 沒有偷工怎樣 欸 太可愛了吧 天啊 還是個愛心耶 真的太感動了吧 真的象徵對波能滿滿的愛 我覺得超級感動 然後裡面呢 還有他們就是 他們家一家四口的圖像 他們那個3D列印的那個糖果 欸 超級可愛耶 這什麼 怎麼捨得把它吃掉啊 好 然後我們把它收起來 然後這裡面呢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那個 叫什麼 彩蛋 就是當你把它 全部反著放來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把它全部反著放之後 它就都是解謎了 都是每一個人物的解謎 天啊 我覺得真的是超厲害的彩蛋設計 想不到你 倒著放 正著放 都很狠胎 真的 好不好 好啦 那這個明月禮盒開箱 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最後在這邊 也是要祝福蔡芳能 能夠平安順利的長大了 那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啦 昨天的明天是今天 祝你平安每一天 大家 掰掰